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 邀请你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待会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 或者你待会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整个视频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我们整个经文会从第一节一直看到十四节 可是我们先来读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 经文这样说 无知的加拉太人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亲信福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经文我们读到这里 这段的经文很有趣 加拉太书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 你会发现保罗一连发了好几个问题 我们刚才在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每一节都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保罗在问加拉太教会的人 加拉太书信是一卷 其实在整个这些保罗书信里面 算是非常早完成的一卷书信 那是保罗写给他传福音 在那里建立教会的这个加拉太地区 然后我们叫做加拉太书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我想要从这一段经文来跟各位弟兄姐妹 思想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叫做你凭什么 保罗为什么问这一些问题呢 其实是因为加拉太教会当中 发生了一些的情况 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 有一些假教师 有一些错误的教导 他们并不是好像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人 说你们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不要相信耶稣是基督 他们也同样传这样一个福音 可是除了相信耶稣是基督以外 还不够 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这对保罗来讲 其实是完完全全 其实是失去了福音的本质 因为在保罗的概念里面 或者在整个福音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 其实我们有了耶稣这个救恩 这个福音 这一切就够了 可是这一些为什么被称为假教师呢 甚至保罗用的话 其实非常重啊 认为这样的人是可咒诅的 为什么用这么重的话 是因为他直接来告诉 这个加拉太地区的这一些人 甚至加拉太教会的人说 你们信耶稣很好 但是还不够 有些东西你还要再做 要收割礼 可能要遵行律法 这样才能得救 可是对保罗来讲 他心中想的是 这跟我们所信的福音不合啊 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到底凭的是什么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 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开始 念小学了 我在离岛长大 然后其实呢 整个岛都是我们的游乐的范围 那我就记得有一个 周末的下午礼拜六 那个时候礼拜六 早上是需要上课的 然后下午中午下了课 吃完午饭 礼拜六的下午很无聊 我就跟我的朋友同学 然后我们就约了一起去玩 然后我们就搭了公车 那个时候下午是有公车的 我们就到公车站搭了公公车 然后到我们所要去玩的地方去 那我们本来是有一个计划的 就是说大约玩多久之后呢 同样的那班公车它会回程 然后它一样会绕到那个点 然后我们就搭那个公车回来 那你知道在离岛 其实公车是非常少的 很多地方可能一天只有两班公车 甚至四班公车而已 所以那个公车对你来讲 就非常的重要 那那一天我也忘记 我们到底玩了什么 反正那一天呢 我们就错过了那一班的公车 那怎么办呢 就只有两个选择嘛 就是走路 走路就是走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到公车站 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公车站 其实是非常的远的 好 那我们就怎么办呢 那我们通常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我们通常用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路上 就是搭便车 那在离岛 我们那个地方算是军事地区 我们唯一能够拦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军车 小的吉普车 或者是什么大的那一种 大卡车 OK 可是那一天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走了很久 我们其实手上 其实我记得应该都没有代表 不然不会错过时间 反正就大约 我们就觉得完蛋了 一定错过公车了 那天就是搭不到车 怎么办 怎么办 突然远远来了一辆车 我就觉得那辆车 有一点熟悉 原来那一辆车 是我父亲工作的银行 然后他们去运钞 送钞 然后到一个地方去 然后正好要回程 然后我就赶快跑到那个路 上去 然后在那边 挥手 然后那辆车就停了下来 没错 正是我所认识的那辆车 因为在黎一岛 其实车也并不太多 然后我就跟那个 北北打了一个招呼 他看到我 他认识我 他知道我是谁的儿子 我就说 因为我们等不到公车 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搭你的车 回到城里面去 然后呢 我跟我的朋友就上了那辆运钞车 OK 好 各位兄姐妹 我凭什么可以上 没有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我父亲认识他 只是因为我父亲在那里工作 如果是我的同学 在那里招招手 可能我所认识的这位长辈 这位伯伯 可能也不会在他 因为不晓得他是谁 那一天当然我们 比我们所预定的 还要更早回到城里面 原因是因为 不用跟着公车 绕倒一大圈 我们回来了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这正是我想要告诉 各位弟兄姐妹 放在今天讲到的前面 我想要告诉 各位弟兄姐妹的是 很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真的是理解 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到底是凭着什么 特别是在信仰的生活 基督徒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 我们以为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有着神儿女的身份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循规道局 就是我们按着神 所要我们所做的去做 按着律法 按着所有的律例典章 该做的去做 我们都以为 是因为我们循规道局 以至于让上帝无可指责 所以上帝才如此救赎我们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在加拿太书 在这边想要表达的 其实 想要告诉我们的事 其实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应该要循规道局 我们应该要尽我们的能力 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这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 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真的是因为你做事循规道局 是因为你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吗 其实不是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我都明白 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让我们的罪 祂担当了我们的罪 祂来担当了我们本来应该要承受的 这些罪恶的刑罚 以至于我们今天 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领受上帝的救赎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一开始 他讲说无知的加拉太人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 保罗在讲什么 正是在讲那些假教师 使得整个加拉太教会 或加拉太这一些地区的 这一些基督徒 好像入了一个迷惑 那个迷惑是什么 是他们好像领受了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还不够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别的一些的证明 以至于你才能确定你是得救的 你光信耶稣不够 你还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样上帝才会喜悦你 可是保罗在这里直接 你可以说他讲得很不好听 他用无知 他直接说这个加拉太人 无知的加拉太人 保罗的意思是说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这件事情你们是明白的 甚至可能也有一些人看过 或者是至少听他的家人们 说过这件事情 他说这件事情是如此生动的 活化在你们面前 可是你们为什么现今又入了迷惑 又是谁迷惑了你们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真的是很容易 我们人包含是基督徒 我们真的很容易入了 这样子的一个迷惑 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只需要靠福音就够了 我们不单单只是靠着福音得救 我们也靠着福音 在过每一天的生活 可是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 却去相信了另外一个 是什么 的确我要靠着福音 靠着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 这个福音得救 可是接下来 接下来你要什么 你要靠你自己 你如果不努力 你要小心 有可能失去这个救恩 可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 不 你靠着十字架得救 而接下来呢 其实你还要靠你自己 你还是做不到 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仍然要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要倚靠圣灵的大能力 才有可能 各位兄姐妹 这正是保罗在这里 想要强调的 记得我在上一次谈到 加太书第二章的时候 在谈到有关于假面基督徒的概念的时候 各位兄姐妹 我们真的很容易入了这样一个迷惑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把耶稣基督的十架想得太小了 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要到圣洁的上帝那里去 这中间是有一段的距离 那个距离当然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架 好像一个桥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敬拜祂 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桥 那个救恩好像是这样 可是接下来的每一天 你会发现你比你自己想得还要糟 各位兄姐妹 我真的不骗你 你越认识你自己 你就会越发现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糟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如果你认为耶稣的十架的这个救赎是有限的 好像那个桥梁的长度是有限的 那怎么办 你发现你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远 那这一段怎么办 许多的人的处理的方式就是 想办法怎么样 让自己更努力 以至于怎么样 好像可以去补这中间的差异 各位兄姐妹 可是不是这样 福音告诉你什么 一开始依靠福音 而接下来继续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 简单的来说 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桥梁 是可以变长的 当有一天你发现 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的时候 各位兄姐妹 我想要告诉你的时候 我想要告诉你的事 请你继续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为他的实价 这救赎的恩典 也比你想象来得更大 我们不能再靠自己 我们既然已经依靠福音 进到上帝的面前 接下来的每一天 保罗要告诉 要针对那一些无知的加拉太人 领受了那些错误的教导 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请你继续领受你一开始所领受的福音 否则有一些基督徒会有一些奇怪的说法 就是说 甚至有一些人 他就做一个决定 说我要到死之前来信耶稣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还会犯罪 所以那干脆到死之前 我如果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死 那死之前再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了 他那个十字架就一定可以保证 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听起来好像也没错 可是也不对 为什么 是因为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一个假设 我们都有一个想象是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有限的 你有可能有一些罪是 好像上帝不能够赦免 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办法洗净的 No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告诉你 除非你不来到他的面前 否则没有任何的罪 上帝是不能赦免的 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 那不是圣经当中有一些说 那个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 其实他在表达的是 他拒绝上帝的工作 就是你不倚靠耶稣 你不倚靠上帝的恩典跟能力 那真的就得不着赦免 各位弟兄姐妹 短短的一节你会发现 其实好多好多很重要核心的道理 可是保罗一直围绕着一个核心在打 各位弟兄姐妹 到底你凭什么 如果你是凭着福音 请你在今天 你过基督徒的每一天 请你也倚靠福音 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 用两个平行的句子 然后来继续问这个问题 第二节他说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其实保罗问了很多件 你可以说是同一件 可是他其实问得很细 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为行律法呢 还是因听信福音呢 各位弟兄姐妹 你可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吗 特别如果你已经相信主 有一段日子了 你也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了 同样的问题请你回答 我们领受圣灵的恩典 我们领受圣灵的恩高 甚至我们领受上帝 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这些福气 是因为我们行律法 所以以至于上帝不能不给我们 因为我们很乖 所以上帝一定要给我们 还是因为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好 可是因为相信 因为听了而相信 上帝就把这样一个恩典给我们 是哪一个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很清楚知道 当然是因为听信福音 所以保罗就继续问 保罗其实他的整个想法是这样 第三节他就继续讲 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好 那如果这样子是的 既然靠了圣灵 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领受这个福音 保罗就继续问 那你现在还需要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因为这一些假教师教导他们 你相信耶稣基督而已 不够啊 特别是那一些非犹太裔的人 这些外邦人 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受割礼 因为割礼其实是整个 犹太律法的一个代表 一个很重要 当然不是只有行割礼 还有其他的事情 保罗在这里 正是在问加拉太人 也在问今天的你我 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 我们还要靠肉身成全 还要靠割礼吗 保罗当然答案是什么 不是啊 如果是 其实你正是保罗这边所说的 那无知的加拉太人 保罗自己的生命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不另外翻圣经 但我让你稍微明白一下 保罗在菲利比书也谈到 保罗在那里他谈到 在第三章第四节那边 他谈到说 其实他也可以靠肉体 他完全可以靠肉体 因为他第八天他就行割礼 而且他是以色列族 他是变亚敏支派的人 他是西伯来人所说的西伯来人 简单来说 保罗认为自己是最纯粹的 是最纯种的 OK 你所有一切的律法 加在他的身上 保罗一切无可指责 所以他才说 就律法说 我是什么 法律赛人 讲到法律赛人就是 吉利阿伯 就是最棒的 他说就热心来说 我甚至怎么样 我去逼迫教会 逼迫教会就是那些 跟随耶稣的人 对于律法来讲 我是高举律法的人 可是他说什么 就律法的意来讲 我也是无可指责的 可是保罗不是在强调这一点 他有点讲反话 他是说如果按照这一些 犹太人的这一些律法来讲 我真的告诉你 我是最棒的 你们很少有人可以赢过我 可是当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在大马社的路上 遇见主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先前与我有益的 这些本来对我来讲都是加分 受割离 然后守律法 而且是法律赛人 而且热心的逼迫教会 而且在这个律法下 我无可指责 所有的一切都是加分 甚至几乎到满分 谦卑一点 几乎到满分 可是保罗说 这些先前对于我有益的 对我来讲是加分的 可是当我看见基督的时候 当我发现我要靠这个得救的时候 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差那么一点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得救 所以保罗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而以至于他可以领受这样一个 得胜复活的生命 是因为他守律法吗 是因为他受割离吗 是因为他逼迫教会吗 是因为他完全指责吗 保罗要表达的是不是 是因为他信耶稣基督 所以他在菲利比书才说 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然后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的什么 自保 因为对他来讲 有福音就够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请你对你自己讲 我有福音就够了 所以第三节他才会这样子 假如说那你们既然已经靠圣灵入门 就不需要再靠肉身成全 不要再如此的无知啊 受了圣灵靠圣灵入门 跟上帝赐给我们圣灵 耶稣基督去了 然后才派圣灵的保慧师来在我们里面 而且永远在我们里面 永远不离开 这就是他所给我们的福音跟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所领受的是恩典 因着相信 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承受 这正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 可是如果我们 不晓得福音是如此的 powerful 是如此的有力量 可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米勒 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就直接说 其实我们正是在嘲笑十字架 我们正是在嘲笑十字架 甚至我们认为耶稣的血 不够处理我们重复的罪行 耶稣的血 只能处理 我们在信主前所犯的罪 那信主之后呢 你就要靠你自己的努力 你说有吗 没有啊 我不是这样想的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接下来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还要靠其他的东西成全 你其实正是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圈套 落入这样一个迷惑里面 这正是保罗在这个概念上所讲的 我们既然因着福音入门 因着福音得着上帝 所给我们这样一个儿女的名分 这样一个身份 接下来呢 要如何活出这个身份 我想要告诉你 保罗想要告诉你的是 请你继续靠着福音来成全 经文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就会活在一个很痛苦的情况 第四节 保罗就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保罗就直接讲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还再多强调一次 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就是我努力 觉得不够 没有那个安全感 就觉得好像有些时候 神好像不听我祷告 那怎么办 我就更努力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神垂听你的祷告 神爱你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相信 是因为基督的爱 真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今天认为 你今天真的错误的以为 上帝爱你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我真的会跟你讲 未来你基督徒的日子 会过得很辛苦 原因是什么 你稍有不顺 稍有一点动荡 稍有一点问题 你就会问自己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正是你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 你想要靠你自己 来跟上帝交换你所要的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 各位弟兄姐妹 你我都很清楚 福音不是这样 我们领受福音 不是因为行律法 我们领受福音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可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忘记 甚至我们成为基督徒 一段日子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把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一些的美好的事物 变成我们一种叫做功能上的救主 就是我认为我只要有这个 对我来讲会更有安全感 比起基督来讲 会让我更安心 会让我更满足 有一些人 他需要在他的生命当中 觉得安全 觉得舒适 甚至很多时候 有些人他需要被认可 有一些人呢 他需要高的控制力 他喜欢掌控别人 甚至有一些人 他希望拥有权利 没有这一些 没有那个安全感 没有掌控别人 别人不按照他所想的去做 他所说的去做 甚至别人不理他的权利 甚至别人不肯定他所做的 这些人就怎么样 就发飙啊 就崩溃啊 为什么 是因为其实这一些 取代了上帝 应该在我们人生命当中的角色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满足感 我们的安全感 其实应当都是定精在上帝的身上 那个根基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可是很多时候啊 神也给我们恩典 谁也给我们祝福 甚至神也给我们权利 这些也是神所赐的 可是很多时候呢 神也可能也给我们一些的机会 可以控制一些事情 可是当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崩溃 为什么 是因为他取代了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 简单的来说 这一些事物成为我们的上帝 所以当没有这一些的时候 我们会跟神生气 一个动荡 神你以前这样祝福我 可是今天好像没有 然后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 如果又问自己 我做的比以前更多 我比以前更努力 那我没有问题 那一定是上帝有问题 是不是上帝你不再爱我了 不是这样的 各位弟兄姐妹 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建造了一套宗教的系统 因为宗教的系统是什么 是那位上帝 要按着你所做的报答你 所以当上帝给你的 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就觉得亏了 你就觉得不值了 所以你就只好找另外一个投资标的 另外一个上帝来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 当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才是上帝 在这段经文第五节 他说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 是因为你们行律法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 在这里保罗很有意思 保罗用的是现在式 那赐给你们圣灵 指的不是过去 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 指的也不是过去 保罗要表达的是 那赐给你们圣灵 就是现在 在你们中间行那奇妙的事情 那行义能的 是因为你们现在行律法 所以他给你这一些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 保罗要表达的是 你现在可以领受这一切 这些发生的这些现在事 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 不是曾经相信 是你一直相信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到底你凭什么 我们凭什么 真的基督徒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弟兄姐妹 我想要跟你说的是 我们真的没有可以依靠 除了上帝以外 我们没有可以依靠 如果今天你觉得 除了上帝以外 你还有别的依靠 除了上帝以外 可能上帝没有关系 如果上帝把这个东西给我 可以取代他 那我宁可要这个东西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这种想法 如果有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耶稣不是我们的主 耶稣只是 帮助我们 去得到我们想要的 那位主的一个工具而已 各位兄姐妹 保罗在这里 正是在告诉加拉太教会 加拉太人 也在告诉今天跨越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或者是过去 我们都没有可以依靠的 都没有可以凭着 我们到底凭什么 我们凭着不就是 成为上帝的儿女 是因着相信 耶稣基督吗 我有好多这种 凭什么的故事 小的时候暑假 天气非常热 一样在离岛 没有什么地方有冷气 感谢主 我爸爸工作的地方 就是有冷气 小朋友不会到 那种公家的单位去 因为觉得 一定会被骂出来 可是我敢去 为什么 我凭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父亲在那里工作 所以我会带着我的朋友 礼拜六的下午 也可以出去玩 礼拜六的下午 也可以去到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 在那里吹冷气 看电视 虽然离岛电视 只有一台而已 但是看电视 就是一种 很奢侈的享受 我到底凭什么 为什么这些大人 愿意让我们几个小孩 坐在那里 凭什么 凭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各位弟兄姐妹 你凭什么 领受这福音 凭着耶稣基督 你做了天父上帝的儿子 千万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不要误会了 不要以为 你真的是凭着自己的虔诚 凭着自己的能力 有人来找保罗 来找彼得 请求他们医治 这些圣徒真的告诉他们 其实不是因为 凭着我们的虔诚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 在这段经文 保罗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人 保罗很喜欢举这个人 他在罗马书 在加拿大书都举这个人 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到底凭什么 第六节 我来念 我鼓励弟兄姐妹 也跟我一起来念 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 第六到第九节 预备 请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 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逼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拿亚伯拉罕 做一个例子 因为用他做例子 最容易让我们明白 第六节 他这边讲到什么 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经文在这里很有意思 亚伯拉罕相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是义人吗 如果我问你这个 你一定 如果你熟读圣经 你会发现 其实亚伯拉罕并不那么的完全 如果义是完全的话 那到底亚伯拉罕 为什么被称为义呢 在经文这边就直接告诉你 亚伯拉罕凭什么 凭着他的相信 他说凭着这个相信 就算为他的义 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代替 本来不是他的 就算他的 他其实是一个会计的用语 就好像我们去买一个东西 我们要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可能现在没有钱 我先下一个定金 然后等到我去买的时候 我下的这个定金就算为那个什么 买这个东西的价金 这个价值的这个金额 就是这种 就是转换的一种概念 本来不是的 而如今是的 亚伯拉罕是义人吗 不是 可是他又怎么成为义人 又是义人 这正是保罗在这里 直接用这一段经文 在告诉我们 他后面直接讲 那个以信为本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告诉你 你就是以信为本的人 请你对你自己说 我是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我是因为相信 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是以相信作为基础的人 既然是 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那意思是什么 我们其实不是真的 完全无可指责 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了 耶稣基督 所以神算我们为义 所以他在这里就直接讲 他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我们就是外邦人 我现在用华语讲话 所以你听得懂华语的大部分 应该都是外邦人 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 因信称义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相信 是因为耶稣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 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 就是万国都像亚伯拉罕一样 用相信得到上帝的称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第九节就讲很清楚 他说可见那些以信为本的 就是你跟我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为他受割离 亚伯拉罕信是因为他信神 我讲你就知道了 因为割离还在很后面的事情 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被称为义呢 是因为他相信上帝 以信为本的人 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福 在今天也要给你 你不需要受割离 你成为犹太人 以至于你可以像犹太人一样得 上帝所要给犹太民族的福气 更何况上帝给犹太民族的那个福气 正是上帝今天透过耶稣基督要给你的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 弄不清楚 以为我们这些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 我们还要回去做犹太人 以至于上帝才能给我们 他的应许 错误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告诉你的 保罗在这里强调了 正是如果是这样 你真的是无知的加拿大人 你不需要成为犹太人 你也一样可以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跟福音 如果你还有多一点时间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罗马书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凭什么 不是凭我们的血统 是凭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在我大学的时候 有机会来到台北念书 那个时候我就住在 我一个亲戚的家里面 以前我从来没有那种寄居的概念 可能来到台北就是玩一下 我就会回去 可是那一次我来这边读书 然后没有住在学校的宿舍 然后我就住在亲戚的家里面 那个时候我就比较理解 什么叫做寄居的 什么叫做凭什么 我发现当我住在 我的亲戚的家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这些长辈非常爱我 非常接纳我 可是住在人家的家里面就是不一样 怎么说呢 我在居住在别人家 我可以回了家 然后就天气很热 然后我就去把冷气打开 家里是有冷气的 可是我不敢 为什么 因为我凭什么 我不是这个家的人 而且我也没有问过 我不确定 他们很爱我 可是我还是会不太敢做这件事情 回到家 我想要喝什么 打开冰箱 你敢开吗 如果你是寄居在 不是在你家里面 你敢开冰箱吗 你一定会多想 可是当我寒暑假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不一样 我凭什么 回到家 后来我们家有机会 装了冷气了 夏天真的很热 不需要再跑到 公家机关去吹冷气了 我在家里 我就可以把冷气打开 我凭什么 凭的还是跟我 去公家机关吹冷气一样 凭我是我爸的儿子 我回到家中 我可以把冰箱打开 里面的东西我都可以吃 而且他也喜欢我吃 为什么 我凭什么 因为我是我爸的儿子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你明白的是 如果今天 这一切万物都是神所造的 上帝要把这一切的福赐给你 当然我不是说 你可以任意去开别人的家门 哪里想要的东西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要表达的是 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仍然是用一种寄居的角度 好像在看这个世界 有一些的东西 我不确定 这是上帝要给我的 或者是我不确定 我可能还要努力 我可能还要用力 我可能还要更多的爱主 主你才会把这个给我 你是用这样的心态 在过你的日子 你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会是怎么样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你明白的是 成为万王之王的孩子 成为他的后世 成为他的后裔 是有如此的福气 我不晓得怎么样子的形容 可是很多时候基督徒 我们却不明白这一点 我们喜欢做奴仆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 好像谦卑 主我是你的仆人 不是 我们只想做奴仆 奴仆是什么 我只想透过我的工作 换取我要的 可是不是 主没有要当你是奴仆 主当你是儿子 可是各位弟兄姐妹 请你来到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 来敬拜他 来遵从他 呼叫阿爸父 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 你因为相信 耶稣基督把他的意给了你 如今你在这位万王之王 永生之主的面前 你是无可指责 不是你做每一件事情 真的都是完美的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 遮盖了你 各位兄姐妹 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想要让你明白 我们仍然是不完美的人 可是就好像马丁路德讲 我们同时是罪人 也是义人 我们披着耶稣基督的义袍 然后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的更新 更像基督 可是不是披着耶稣的义袍 然后发现自己的罪 而不愿意更新 而有一天 觉得自己不配 把这个义袍还给上帝 说我还是做 我那个可怜的罪人 各位兄姐妹 不要这样 好不好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既不脱下 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义袍 可是我们也不因为 就此而满足 我们发现我们里面 还是有一些的问题 那求圣灵的宝慧师 每天与我们同在 而且行神机的那一位 在我们里面做那改变的工作 既然这位圣灵可以叫我们 从那罪恶当中 可以回转过来 来相信祂 我也相信这位圣灵 今天在我们里面 也可以帮助我们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以有一些的调整 最后我要带弟兄姐妹 一起来念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我要做一个结束 经文这样说 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得说 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 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他说没有一个人 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请你一定要留意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原部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着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各位弟兄姐妹 在最后一节 保罗这样讲 他说整个概念就是 亚伯拉罕的福 叫我们这一些 因为耶稣基督 然后可以临到我们 就是什么 我们因着相信 可以得着上帝所应许的 本来要给亚伯拉罕的 今天也会给我们 本来要给那些圣徒的 而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不是这样 你还想要回去 不倚靠福音 你还想回去倚靠律法 这一段经文 请注意是经文说的 我也如此的告诉你 他说那结局就是什么 被咒诅 他说以行律法为本的 结局就是被咒诅 可是呢 以相信为本的呢 我们却要得福 各位兄姐妹 你选哪一个 你问你自己 你现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你是相信耶稣基督 作为你的本 作为你的根 还是你是因行律法 作为你的根 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安全感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直接讲 是被咒诅 如果你继续 依靠律法 他要表达的是 到最后 到最后 你一定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 你可以靠行律法而称义 你就不需要信耶稣了 你从第一天就不需要信耶稣了 耶稣基督也不需要 道成肉身 也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 你凭什么 凭着相信 来到这位主的面前 来依靠他 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一些的软弱 你有一些的问题 请你不要因为这些问题 就拒绝这个信仰 就觉得这个信仰没有用 没有 而是你要持续的让福音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正被罪恶捆绑 你正被有一些的问题捆绑 你正被痛苦刺透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再次的邀请你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依靠他 就好像你第一天 认识耶稣基督一样 继续的来到他的面前 依靠他 因为除了他以外 没有别的拯救 如果你今天想要 换一条路靠着律法 到最后的结局 一样都是咒诅 律法跟信心的道路 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甚至是背道而驰 这两条路你只能选一个 你要选择的是 祝福的道路 还是选择的是 咒诅的道路呢 保罗在这里 不是要骂加拉泰人 是要告诉加拉泰人 好不好 我们醒 你醒 不要再被迷惑了 我们既然靠着福音 进入到这恩典之门 接下来 中间纵使有波然 纵使好像有困难 有高山 有低谷 请我们继续走在 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依靠 除了耶稣基督 祂所带给我们的福音 各位兄姐妹 我想要邀请你 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我们今天站立在这里 主你好像把那两条路 再次的沉迷在 加拉泰人的眼中 那条路也今天 沉迷在跨越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眼中 到底我们是走那 继续持续信靠 相信的道路 还是我们走的是那 看起来好像我们 比较容易做的 倚靠律法 来称义的道路 主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明白 这两条路 我们只能选一个 而你鼓励我们 透过保罗鼓励我们 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 信心的道路 而我们如今 也在这个道路上行走 请我们就继续的 每一个人 因着你的恩典 行走在这恩典的道路上 以至于 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 蒙福 因为我们是因信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也叫我们的后裔 因着我们的相信 因着我们的信 可以蒙福 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 你把那福音 把那恩典赏赐给 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 反而还在那挣扎当中的 主让我们可以选择 信靠你 而不是倚靠律法 我们这样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